据媒体报道,永远的小龙女陈玉莲近日悄悄来台,距离上次来台已有十年时间,举手投足不见巨星风采,她这次来台被问到旧爱周润发,大方坦言,年轻时候因为性格刚烈,自己想说什么就直接说,常惹得周润发的妈妈不高兴,跟她妈妈不合,现在年纪大了就觉得其实说话可以拐个弯, 我常跟人家说,现在我比较狡猾,所以对方会比较开心一点,2004年周润发接受采访时坦言,陈玉莲是自己一个美好的梦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